阳光穿过树林 被疫情困住的人们走出家门 台湾山林资源夫妇得天独厚 是名副其实的登山大国 但是在享受山林美景的同时 大家是否有试着低头看看脚下的大地 钢架 水泥 木板 石板 形形色色的步道 带着人工产物的痕迹散落在山林中 其实还有一种步道 看上去几乎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台北市邻居的双溪沟古道 是都会区为数不多的自然山境 吸引民众前往朝圣 把这些古道 然后后期来一下 你走到古道里面 然后享受那种森林里面的密集的感觉 这是一群人颠覆对现代机械和工程材料的依赖 使用简单的工具 用双手一点一滴不断修复的手座步道 他是千里步道协会副执行长徐明谦 推行手座步道多年的资深步道师 最近正带领志工们 用心守护这里的自然生态 相对于工程步道 手座步道比较不仰赖外来材料 那所以他不会有开施工变道的问题 他没有机具施工 对当地的环境生态造成很大的扰动的问题 夏日炎炎 没有施工机具 志工背上各式各样的工具 进山了 这条双溪钩古道其实在历史上一直都没有任何的记载 我们都找不到 但是我们在县地的调查一直有看到非常多的问题 很神奇 那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说用这边的工法去修复它 这群志工有的经验丰富 有的还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活动 工作前了解古道现状 学习工具使用 然后分组展开修复工作 在工作中学习与山林的共处之道 所以大家上午要拼一下好不好 有没有信心 有哦 好很好 等一下我们要整个疏通整个水沟 原则上水可以下去之后 这边的那个积水就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我们要铺出一个让人家可以走的石头路 在山林铺出一条路 可没有说的那么简单 比起整齐跨一的工程步道 为了尽可能减少对山林的影响 手桌步道的事前踏勘 因地质疑 就地取材 慢工细活 每一步都是考验 原则上在河道上面的不要去开挖它 因为它还是有阻挡那种水流 去减缓水流的功能 可是如果是滚动的 原则上我们可以减它 那是在好位置 在好位置 大家在好位置 稳的哦 将找好的石头堆叠成路 讲究也不少 经验丰富的步道师带领志工 一点一点掌握堆砌的要点 我们在铺这个的时候 我们不要让它一个门牙缝 一直长上去 就是要交错 像砖块一样 对 交钉 对对对对 跟砖块一样 没错 就是那个概念 好 那这块坐在这边 帮它挑它的邻居吧 经过三个小时的辛苦劳作 终于完成这段短短的手作道路 将细水沙石 回填成平整的路面 水流下盛可以畅通无阻 这样即使是沙土扑灭 也不会积水泥泞 为践行民众修复出一条舒适 同时保护生态的山进步道 虽然我们今天开挖 可能会造成些许的破坏 但是那个破坏 其实对于整个环境来说 其实最终我们会把那个破坏 缩到最小 因为人进到自然界里面 就一定会造成一定的破坏 那只是我们希望这个破坏不要再一直延续下去 或一直扩展下去 离开娇山的双溪沟谷岛 来到点缀在水泥丛林间的城市绿沸 捷运就可以抵达的福州山公园 拥有丰富的山林漆地 各类生物在这城市一角 找到属于自己的家 跟着荒野保护协会职工刘耀文的脚步 一起走进福州山的步道世界 那这边是因为两个公园连结 那希望能够做环境教育 然后让各位来游客来这边认识这里 那也因为这个原因 我开始接触到了手作步道 过去是台北市第九公墓的福州山公园 与富阳公园避临而居 吞据牧原身份 成为大众的公园 随着民众走进大自然 工程步道也开始侵蚀原来的天然山境 2011年工程进驻之际 水泥铺面还是紫然山境 两种声音在山林中互相拉扯 如果你全部都是水泥的 哇我好疏忽就可以一直走过去 所以一般民众他希望说 就做水泥的就好了 那可是一些登山的人 像我山本来就很大自然的地方 他反而希望说都不要动它 所以后来就跟千里步道协会 还有自然步道协会 大家一起来就是努力这一块 那也跟那个台北市政府沟通了蛮久的 那这条路做出来的时候 它是有温度的 它是一个过程 然后有参与的人 他就会有更多的感受 十年过去步道现在依旧由志工进行定期维护 台北市第一条首座步道 也像是一个公民参与 公私协力的范本 有耀文希望首座步道的精神 能够透过每一次的工作参与 如同种子般薄下 让民众以更友善的方式 亲近山林 像上礼拜有一个小朋友 他来的时候 他一开始来的时候 他就不太想碰土 然后他觉得说 这感觉就好像被逼迫来的一样 可是自己玩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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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发现其实也 跟他想的也不太一样 他也蛮喜欢的 有这样的一个改变 我觉得就是一个种子的发芽 他就把这个种子又带出去 然后让更多人了解 理解并且改变的精神 不只在年间生根 天然步道灵水师 水泥步道副成长的期盼 也逐渐被工部们接受 原本的这些比较工程结构的一些东西 它不光是第一个材料 那第二个就是搬运 后续维护 我说定期要去除锈上锡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更换木板 对就有相关的 比较庞大的费用会出现 材料运送维护 工程步道有看不见的环境消耗 外来材料增加山林负担 暗途施工不能因地质疑 回损速度快 维护成本高 手作步道则倡导使用者修竹 维护的精神 即使缓慢 也要实践青山 而不青山的理念 走过步道运动15年 一群有心人默默生根 梦想着友善山林的永续步道 透过步道学跟手作步道的这个推动 希望让大家清静山林的时候 你脚下 你可以认识到你脚下踩的步道 它不应该是一个破坏气壁的 破坏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拉链 裂痕 而是一个连结人跟大自然的期待 2011年 千里步道运动发起人之一的小野老师 写下静山岛词 如今新火相传的志工们 继续怀抱前进之心 期待手作之道 不断传递 红果生长 感谢您让这么多不同的动物跟植物 在你的怀抱中快乐地成长 也感谢您让我们能够亲身体验到 万物欣欣向荣的喜悦 分享他们的幸福 过去 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方便 轻易地伤害了你 弄痛了你 以后 我们将会更温柔 更体贴的方式来对待你 希望不要弄痛了你 现在请接受我们 线上的鲜花水果食物 也请你保佑我们 顺利完成 这条手作步道 保护我们大人生理健康 保护孩子们 快乐地长大